我们常说这个质出现在手心名堂的位置是抓财质 但是呢也要结合这个质的本身的形态和整个手相的一个综合去看 如果是说这个质出现这种比较黑色的死质 不是活质 而且呢结合手型来看呢 是这种这个漏财漏空手 木形手手指缝隙比较大 再加上本身呢 他这个仔细一看呢 他这个中指呢也见质的干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结合整体的手型来看 包括他的这个质的形态来看呢 反而是一颗漏财质 容易出现这个财运的耗散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手腕当中有个明显的特点 就是脑线出现断开 脑线断开我们之前也讲过 脑线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聪明财质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波动 脑线出现断开啊 就说明呢心理呢受到重大的创伤 或者人生发生重大的变故 我们可以从感情和事业方面去找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断开的这个阶段呢 也是在脑线的中期啊 中前期 那么结合感情线中前期也出现一个这么大一个导纹啊 之后呢又连续出现一个导纹啊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容易犯情伤啊 导致呢心态受到很大的影响啊 犯情伤的一种特点 同时呢结合刚才讲到的这个偏牧人的一种特质啊 牧人呢多思善谋 个性偏敏感 尤其是遭遇感情伤痛的时候容易产生精神内耗啊 容易产生玻璃心 所以心态呢很容易崩断啊 那么脑线的崩断 你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啊 结合感情线也可以看到犯情伤的特点 再加上本身呢 它是这种这个漏材质啊 加上这个本身是漏材的格局 在事业方面也是容易格局受限啊 事业线止于脑线下方 事业线并不长 所以也是典型的婚后呢 这个基本上事业方面的一个进展呢 有一些后劲不足啊 进入婚姻之后呢 有一些这个事业方面有一些脱节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感情线尾端也是侵入到训工正裁位啊 正裁位本身食指下根部训工呢 还是比较红润饱满的 正裁还是有的 只是有一些杂文干扰啊 这其中的杂文呢 也包括感情线尾端啊 所以也容易因为感情的不顺啊 感情犯情伤 也容易影响财运的耗散啊 所以这个在财运方面呢 还是有一些财进财出 不过刚才讲到的这个事业线 和脑线断开 也会造成啊 元宝型的财库出现开口 出现开口 所以财库有 但是出现开口 也容易这个在财运方面 有一些起伏和动荡 这种手相呢 也是一个典型的需要 请一员服 或者是这个 通过一些补财库的方式啊 来这个达到稳定财运 达到稳定婚姻的一种 手相特点啊 不过这个可喜的是呢 从生命线整个趋势来看呢 生命线在这个35到40岁左右呢 基本上这 横文干扰就慢慢的消失啊 那么在40岁之前呢 基本上横文密布啊 生命线横文密布 这也是典型的 属于典型的这种 个性敏感的特质啊 容易精神内耗 那么外界的一点点的 这个或者是言语上的 别人一些言语上的疏忽 或者是言语上的 疼突啊 或者是不合适 会导致他自己呢 会想得很多啊 那么这也是 个性敏感的人呢 容易产生精神内耗的原因啊 这个是一个 同时也说明在40岁之前呢 这个人生的阻碍比较多啊 文路如人生路啊 那么主线有横有很多横文干扰啊 说明呢 人生呢 这个在40岁之前呢 这个阻碍比较多 而且呢 可以看到40岁往后呢 基本上这个运势会慢慢的 逐渐的提升 逐渐的提升 这也是这个手像当中 可以看到一些好的信息啊 那么整体手像来看 还是这个偏弱的手像 加上本身呢 从色泽来看呢 这个脑线附近呢 特别是断开处啊 出现这种黑色啊 色泽比较凝质 气血不通啊 所以这种人也容易 发生这种头疾啊 就是脑部的疾病啊 就是或者说这个 从这个心血 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 也要多注意 多注意这方面的疾病的侵入啊 同时呢 说明呢 这个 睡眠质量不是很好啊 甚至呢 会产生这个失眠多梦啊 这种情况啊 容易容易有这个头疾啊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从色泽来看呢 在恒文密布的阶段 也是有些发暗发指啊 那么自从恒文消失之后呢 这个色泽来看 变得慢慢的干净清晰一些 这也是 这个 长色和纹路的结合去看 也有这么一个特点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